因為皮蛋不夠平 很難找到漂亮的通花皮蛋 這隻是專程訂回來的 沒得頂的 在哪裏訂呢? 全部在松節那邊 但有些神秘 小龜要給雙眼秘密 我明天就會松節 松花皮蛋 就是松花皮蛋 松花缸最漂亮的 當然啦 當節那邊的皮蛋更加精彩 現在我吃下去很香 既然皮蛋的味道 輪得來不會令你的感覺很屈滿 而是很清香的 我發現這個皮蛋酥裡面 有些特別 我感覺到那些粒子在那裏 而且我感覺到表面炸得很金黃 很脆 咬下去就很香 而且皮蛋的金香也會在那裏面 沒錯 怎麼樣? 你那個像黃酥又怎樣? 像黃酥又怎樣? 不公平的 千萬不要魚翅當粉絲 真是魚翅來的 大家吃過很多種魚翅的整白 但沒試過真的說魚翅 吃下去的酥 真是小見 小見嗎? 是嗎? 對 我覺得這個紅鹽酒太棒了 真是棒 別說不住我 阿賢哥你說1,2,3 1,2,3 我說不到 因為1,2,3 我知道兄弟他搞出球了 你,我餵你 餵你 餵吃就多,餵飲酒 餵飲酒可以嗎? 師兄 我知道你在香港沒有人認識你 但你知不知道我們師傅 在廣州都沒有人認識他 沒錯 他就是廣州食神 你不要看他的樣子 自日本人 他是中國人來的 我習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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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中國人 而且我們是港府人 對 正宗的港府人 也都是正宗的廣州西關人 對 Michael覺得 在香港和廣州的美食 有甚麼不同的區別? 香港和廣州不同的地方 可能香港相對 在食品安全各方面 會嚴格 是不是這樣的嚴格 大家都嚴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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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更加嚴格 因為和一個聲音 和喝一條水 都是一樣的 沒錯 廣州相對來說 食物的材料 各方面 特別是紫粵菜 是相對豐富一點 廣州和香港的飲食市場 我覺得都差不多 而且最主要是 每個人都很融合地吃東西 而且每個人對美食方面 越來越認識越深 對 對 我知道師兄經常都很 經常找人家說來廣州吃東西 對 你自己又覺得是怎樣 其實呢 食在廣州 對 很多東西 以前在香港吃 哇 好吃 原來來到廣州 是更加多好食物 因為 同樣 你拿著一千元 在香港來吃一餐 在廣州可以吃到三餐 對 例如吃魚翅 對 吃本原市是幾百元的 來到這裡吃魚翅 幾十元都可以吃到 還好吃 對 有牙籤那麼多 對 我覺得 即是說 食在廣州 真的不是假的 不是開玩笑的 大家坐車回來 都是說一百幾十元而已 對 為什麼不坐車回來吃 吃好食物呢 以前有一句說 酒為褲香醇 吃是廣州多 沒錯 沒錯 現在就是這個 最新的了 來 我們最新的一杯 好 這些紅酒 怎樣 在香港可以喝到 但我們可以喝到這麼美 有 所以大家不要在這個 放在這個 這麼狹窄的 我們應該 眼睛很大 OK 食運全世界 那先從廣州吃起 好 不要做鄭弟之話 沒錯 大家看到 這個就是我們內地主持 大嘴Michael的生日會 取名為名人飯局 這個生日會 看到很多出名的明星 還陪大嘴Michael過生日 不過大嘴Michael 他多少歲 你不肯說 不過算了 大家記住 多點去廣州吃東西 最適合 黑色 就在哪裡 我又要不肯說 工作 不肯說 我們能做好 謝謝 這是 這就是 吃 那 我們 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